大家好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Invato网站 以及Invato账号如何注册 如何购买里面的商品 首先先打开Invato网站 它的域名是envato.com 这是它的官方网站 Invato它是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它下面有很多平台 我们最常见的那个ThemForest 就是买Wordpress模板的那个 就是这家公司的其中一个平台 还有一些买音乐素材 视频素材 还有程序代码 都是它家的平台 但是这些都分属于不同的平台 这是它的公司的总网站 点击这个产品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 有9个Invato的产品 或者平台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 InvatoMarket 第二个也算常见 它是Invato Elements 第二个它是属于订阅制的 一个月好像是15.6美元 它需要绑定你的银行账户 每月扣钱 这种订阅付费的模式 它可以下载这个市场里面 所有的商品 那里面也包括WordPress模板 还有代码 还有视频 音频什么的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第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 它是需要单独购买的 比如Avata主题 还有什么B-SIM主题 它都需要单独购买 虽然这两个市场 它都有WordPress主题 但是主题产品不重叠 比如我们想买Avata主题 它只能进这个市场里购买 这个市场是没有Avata主题的 相对来说 这个订阅制的市场 它的产品 它的成本价格 都比第一个市场要便宜 要轻量级 这个视频主要介绍这个市场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这里进入市场 出现这个界面 是因为我们在中国大陆地区 被SIMFOREST这个服务器 给算是屏蔽了吧 需要输入一下验证码 才能正常访问 验证码通过之后 可以正常打开 SIMFOREST这个网站 这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叫 网站主题和模板 这个链接呢 叫代码 它也是一个平台 这个叫视频 音频 这都属于InvatoMarket这个大市场 这是关于代码的 像Revolution Slider那个插件 就在这个市场里 这个市场的域名变了 这个市场呢 是Video 是关于视频的 它的域名也变了 但是它都属于InvatoMarket 这个大市场 这个是关于音乐的 做视频的同学 肯定对这两个市场 比较熟悉 做网站的同学 对于这两个市场 比较熟悉 下面说一下 如何在这个网站上 购买商品 在购买商品之前 首先要有一个Invato的账号 注册Invato账号 现在需要翻墙 因为在注册界面会出现一个谷歌验证码 如果不翻墙的话 是看不到这个谷歌验证码的 拥有了一个Invato账号 在这些市场里面都可以通用 也可以统一购买 比如我登录了账号之后 可以把一个Wordpress主题 加到购物车 然后再把一个程序 加到购物车 然后再把视频 音频 加到购物车 统一购买 统一结算 我们先看一下如何注册 有一点要说一下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验证码 只有在Sinforrest这个市场里面 第一次打开这个网站 才会输入验证码 打开这些网站 是不用输入验证码的 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网站 屏蔽了我们从国内 去访问的这个IP地址吧 这些网站都没有屏蔽我们 怎么注册呢 点击右上角的登录 这个界面是登录界面 如果有账号密码 直接输入即可 如果没有 点击下面的这个链接 创建一个引蛙头的账号 现在没有翻墙 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正常情况下 应该在这个位置 会有一个谷歌验证码 同样在这个界面刷新 这里出现了一个谷歌验证码 第一行第二行是名字 第三行比较重要 这是引蛙头账号的登录名 用户名 比如XR2019 下面是邮箱 再下面是密码 上面提示邮箱已经在使用 我就不再注册了 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密码建议有英文的大小写 还要有数字 最好再加上点特殊符号 然后点击这里 我同意 最关键的是要勾选这个 我不是一个机器人 验证通过 有的时候点击这里会出现 让你选择 比如人行道 什么自行车 公共汽车什么的 它主要是来验证 现在注册账号的这位是人 还是机器人 然后点击这里创建账号 创建成功之后会有一个提示 让你去邮箱 点击一个链接 也就是验证一下这个邮箱 是不是你的 验证成功之后 就可以正常登录了 在正常登录之后 我们可以购买 这些平台的商品 比如购买一个音乐素材 购买之后 在右上角的下载里面可以看到 但是第一次注册的用户 即便在购买之后 也是看不到这个下载产品的 在下载界面 会出现一个发送邮箱的一个链接 点击发送 它会给你注册邮箱 发送一个邮件 那邮件里面有一个链接 点一下链接就能够正常使用账户了 这是关于Evato市场的注册和登录 如果你那儿看不到这个谷歌验证码 可以把这些信息发给我 我会找时间帮你注册 这个注册也是免费的 不能保证时效性 建议大家给我发邮件 在Evato市场里面购买商品 在结算时我用的是贝宝 你要去贝宝的网站去注册一个账号 比如我用的是招行的信用卡 支持美元的 我把招行的信用卡和贝宝进行了绑定 然后在Evato市场购买商品的时候 输入贝宝账户 它会登录到贝宝网站 然后输入密码 确认 就可以正常付款了 使用我的招行信用卡 来支付Evato市场的商品 刚才说注册的时候 有一点忘说了 就是我这儿注册之后 你那儿再登录 是否还需要谷歌验证码 根据我收到的反馈 大部分同学都不需要再输入谷歌验证码 但是也有一少部分同学 你那儿再登录的时候 同样还需要输入谷歌验证码 再分享一个扩展知识 比如你已经有了一个Evato的账号 但是你不能付款 你可以请别人帮你付款购买 这时候你要把你的Evato账号密码告诉他 他那儿在登录的时候 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数字验证码 这个数字验证码会发到你的注册邮箱 把这个数字验证码发给他 他就能正常登录 这个相当于是换地区登录 需要一个数字验证码 关于Evato市场的注册登录 以及相关问题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